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日本的排污的事情 日本地震 辅导核电站的这个受核污染的这些废水 像太平洋啊 排放 这个排放造成的影响 现在全球都在关注 包括呢 对日本的这个海鲜的影响 海产品的影响 包括呢 你去吃用了 服用了这些海产品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都是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关注 其实我们公开呢 这样说的不多啊 你知道像这个海产品的话呢 这个辐射的影响真正大的在哪 因为它的辐射的粒子啊 它打到你的这个DNA遗传物质上 它会改变你的这个遗传物质的结构 它会产生呢 你不知道的变异 这个是很危险啊 不知道的变异呢 一种呢 它可能就会使着细胞呢 矮变 另外一种呢 它对于你这个生殖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你生殖细胞受到了相关的影响呢 你的后代可能就出现了一些各种 或者叫遗传病 或者叫什么 而且这种变异啊 它变好的概率很小啊 变坏的概率是大大的 这是远远的不对等 但是呢 当然也有的时候啊 是追求它变好的概率 你包括你像我们的育种 还有那辐射育种呢 它通过辐射产生一些诱发一些变异 然后呢 能产生一些非常好的新品种 对吧 实际上呢 你这些辐射的这些食品 你吃多了嘛 就给你这个产生新品种去了 对吧 那个辐射育种去了 对生育都有影响 而且这个辐射是什么 那个辐射里头啊 也分 你看好多是照射是体外的 和你呢 吃到身体的体内的 这个系数是差好远的 我们当年在高中所 我们做这个我们很清楚 吃到体内的体内 你怎么全方位都是它 你这个在外头体外的 它有好多的衰减 对吧 它经过空气都不能衰减很多 你体内呢 百分之百都是你瘦着 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它的 一旦这个水呢 变成排放了以后 它到了生物这个体的话 第一是体内啊 你吃是体内 第二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什么 它有负极效应 就这个生物嘛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它不断的呢 这些有害物质呢 它会在体内负极 也就包括呢 人家说你看吃鲨鱼 这个鱼翅 鲨鱼在食物链顶端 它的有害物质呢 就会负极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吃着日本海鲜 这些海产品 它是不断的呢 负极这种 就是等于你海水里头 可以浓度很低 没有害 但是呢 你经过这些生物的负极效应 就会变成非常有害 而且现在我们注意啊 这个环保的宣传呢 一直是双重标准 就是为了这个利益啊 这个环保基本上呢 不说实话的 像说在中国呢 好多极端的繁堡主义者 他对于这个西方的环保啊 都觉得是神明一样 他们呢 都是说的实话 他们呢 都是有契约精神 对吧 包括呢 你像三农专家 推崇日本的上社嘛 也参观了日本的神社嘛 我们当然一直说 这参观就是参拜的什么的 就类似这样的事 就是说他的这个舆论宣传 很多事的话呢 是不到位的 他的那个核电站 对整个环境的影响 那么可能就是说 对于人类来讲 那个几百年的事 甚至几千年的事 他都对于人类的耐受 影响是非常大 因为他的这个个体啊 你要这么讲 你要说没有影响吗 好 大概率也没有影响 有些人比较的 但是很大概率就是有影响 他的这个 关键是你对一个社会成本 你影响了以后受不了 包括啊 你像日本那种核电站的 这个 因为地震什么等等等等 其实中国的好多核电站呢 修在哪儿也要考虑 对吧 你要修到内地 还是修到海边 像他修到海边 他有修到海边的考虑啊 海边你要知道 核电站出事故 起码呢 一半在路上 一半在海 他一半就吃上去 当年就直接辐射到海了 另外呢 有什么污染物呢 他也比较容易往海里排 而且可以排的呢 不知不觉 说到内地呢 可能压力更大一点 但是的话呢 有些核电站呢 也没办法 因为它背后啊 反应堆嘛 里头还可以作为 生产武器级的 不是油 是布 墙值堆 生产布的工具 所以日本在这个核电站上 现在世界上 普遍的估计啊 日本呢 已经复集了 大概5000枚核弹的 这个布 是中国的十倍啊 你看中国有个几百枚 人家的话就 妖魔化你了 说你半天 其实日本在这事儿上 已经复集了5000枚 它的核电站足够大 而这次核电站的事故呢 世界上的影响也很大 你个宣传也不一样 所以这时候就会知道 这个环保宣传是非常双标的 其实从我年轻的时候 当然是对环保印象也很好 现在呢 跟我说环保的时候呢 尤其是现在世界 这个利益博弈的很激烈 我现在说环保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觉得 它背后啊 都有点利益屁股 你这个环保呢 虽然说我们也需要好环境 但是呢 在国际竞争当中呢 我们更需要竞争取胜 对吧 中国呢 也更需要更多的核武器 对吧 才能维护世界的安全和和平 而日本呢 需要 从它的历史和它的民族性来讲 它制备这么多核原料 需要 对世界和和平的安全 那是有威胁的 而且它主要威胁谁 其实大家心里头也都很明白 然后现在呢 对它的这种核电站的一些 那就是应当于限制 但是现在美国对它是很重容 对吧 所以它现在可以排向海里 而且排向海里啊 还有一点 从洋流来讲呢 还直接往美国那儿飘呢 你像往美国那儿飘的时候 美国可不说 你不要觉得 它离中国近离美国远啊 它那个洋流的话 你要如果大家看看洋流的图的话 从那边的话呢 是往美国去的方向啊 所以 但是日本的排呢 它又说 它埋了好多很深的海底管道 海底管道里头 它把这个有毒的废水 倒向哪了 因为它要如果倒向日本 岛的这一边的话 那么有些洋流呢 从黑潮上来 再加上呢 这个中国的海岸寒流啊 就就到中国海岸来了 所以这里头 它排到哪 在哪个洋流的位置上 它那个 现在很不公开 它说了 它修了一些管道 还引到底下 你看从美国 它爹那个态度来看 估计很多事啊 还是引到了中国和韩国这一边 所以对于这个日本呢 它下班弄了好多这个管道 它等于它避开了 它本国的近海 它很聪明啊 所以它本国的近海的 一些海鲜啊 污染啊 就会比较少 但是你这个洋流的影响 可能对中国的海岸的影响 怎么着 其实在过去啊 有些类似这个事 都不是简单的抗争的问题 可能还会有一些战争的问题 而且对于它的这些管道 引到中国来的 那个倒是有 有北西管道的这个破裂的事儿 可以借鉴借鉴 所以这个事儿啊 可能比大家想的复杂 这个国际环保呢 就是一个双标 就是一个利益博弈 把环保的事儿啊 咱们现在呢 应该有一更多的利益的眼光 来看待这种国际间的环保 谢谢观看本期话题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